大家好,我是佳芸,以下为我的LH分享talk 首先我们先来分享一句话 由上一科技创办人与董事长卓永财先生所分享 虚心学习,勇于挑战,我们谢谢卓永财先生 以下这页为我的目录页 从这一页大家可以看到我将要在接下来的talk所分享的事情 我先来做个自我介绍 哈喽,我是佳芸 我目前就读于国立东华大学化学系二年级 兼业为我的海报业 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我来自哪里 没错,我来自大家口中没经典的桃园 为什么呢? 因为你看得出来就是哪里吗? 它就是桃园的石门水库 对,说到桃园大家都只会想到石门水库 另外一个地方大家只会想到它就是我们的桃园国际机场 虽然它前阵子被麻烦了,不过呢 它还是我们可以唯一让别人想起它在桃园的地方 对,我们再来看 没错,我毕业于桃园的大园国际高中 那我们高中非常的特别 因为我们高中是唯一的第二外语特色高中 先来看这张照片 这张照片呢,是我在高三毕业时所拍摄的团体照 那这张照片拍摄地点呢,是位于我们学校的校门口 那其实我们学校非常的特别 因为你从校门口一走进去的地方呢 不是一楼,是二楼哦 大家都会问我,什么是第二外语? 大家在国中以及国小所学习的英文呢? 就是你的第一外语 那我在高中所能学习的日文、德文、法文以及西班牙文呢? 就会是我的第二外语哦 那很多人都会问我,你为什么想要选择德文? 因为呢,我们在高音入学前,我们有试探周的活动 那在试探周的时候呢,我觉得德文相较于西班牙文 以及法文学习起来比较容易 因为它的发音比较好学习 那关于日文呢,我觉得台湾学习日文的资源非常的多元 我希望自己在高中三年可以学习一个比较不一样的语言 那我们高中有什么特色吗? 有的!我们高中除了有第二外语的特色之外呢 我们也有用第二外语写成的自我介绍 已经被省资料等等 那我们高中也有跟教育部合作 推出大学学分运收专班 那运收专班的课程当然也是在上第二外语 那我们学校呢,也因为校称国际高中 所以我们也常常会有外籍学生的来访 那我们学校呢,也会有许多的外籍交换生来跟我们进行交流 这张照片呢,是我们学校的教室 那我们学校呢,其实是有跑班制度的 就是如果你今天要上国文课 你就需要到国文老师的教室去上课 那在我高三的时候呢,学校取消了跑班制度 因为我们招收班级数增多的关系 但是呢,我们上额外的时候还是能够跑班呢 那图片后方的绿色柜子呢,就是以前有跑班制度时 会放置在公共区域让学生使用的柜子 那在高中三年呢,我觉得印象特别深刻的 有我们非常扎实的体育课 没错,我们体育课要做肌力训练 那我们在高三的时候呢,还要做3000公尺的测试 那族服呢,就是因为我们学校有四种语言 那我们四个语言呢,各自有自己的家族 那各自家族呢,也会推出属于自己的族服 那族服呢,就是我们每年运动会的时候呢 各个家族都会在开场的时候跳一支自己编的舞哦 所以我们都叫它族服 路跑,没错,我们学校也会举办路跑哦 而且路跑呢,会规划一段长达6公里的路程 希望全校的师生可以一起运动 这张照片呢,是我们学校的图书馆 可以看到我们学校的图书馆呢,非常的新 没错,因为呢,我是第三届毕业生 而我们学校的图书馆呢,是在我高二的时候才完工的 那可以看到,其实我们学校的图书馆呢 跟我们外部的建筑是一致的 就是采用清水膜的设计 那我们学校呢,也有采用很多落地窗的设计 增加营养度哦 这张照片呢,是我在高三运动会时所拍摄的 因为我们有第二外语的特色 所以我们在设计我们的班服时 我们也都会将第二外语融入在我们的班服里面 可以看到照片中我们穿的衣服 有德国的国旗,有西班牙的国旗等等 没错,你看到了照片上写了大袋的板斗 对,我们每年高三毕业生在毕业典礼的当天晚上 全体的毕业生会和师长一起坐在我们学校的操场呢 吃着板斗,看着艺人以及社团的表演 真的是非常的特别惊艳 那介绍完我们学校的特色以及一些印象深刻的事情 我觉得在高中三年,人高带给我的是德文 他让我认识了一个新的国家 也让我爱上了德国 那也让我在高中毕业的时候 除了学习大家都有的知识之外 我还学习到了那种带走带得走的语言 勇于挑战 我们学校呢,其实除了举办路跑比赛啊等等 那我们也会举办很多的活动 像是英语歌中剧啊 我们国文的文学创意经典秀 或者是我们也有校歌的比赛 那我觉得这些比赛呢,都是在鼓励学生进行挑战 那也因为这样子到现在大学 我也希望自己可以继续勇于挑战任何事情 诚意朴实 没错,这四个字呢 是我们高中校长带给我们的校训 在每一次断考第一天早上呢 我们都会举行招会 那每一次的招会呢 校长都会不厌其烦的跟我们说着这四个字 他希望我们不管在面对任何事情以及困难时 甚至是考试都可以保有我们最真诚的心 保有我们的毅力去面对去完成它 那他希望我们也可以像一块普玉一样 不要害怕尽情的去拙去磨 让自己成为更好的人 那他也希望我们可以做一个实实在在的人 觉得这四个字的校训也是影响自己到现在 不管面对任何事情都不要放弃 那先来小小跟大家透露一下 我这个talk呢主要分享的是什么 我会告诉大家到底化学系都在做些什么 那先来介绍一下我目前就读的学校 我目前就读位于花莲的国立东华大学 不是在台中的东海大学哦 是在花莲的东华大学 那我们学校非常的特别 我们学校是没有校训的 但是呢我们拥有创校精神 先来看一下哦 自由民主创造卓越 这就是我们学校的创校精神 那自由呢我们学校的校风其实是非常的开放的 像是前阵子的太阳花学运 甚至是反核游行或者是统计应题等等 校方都是尊重学生多元的声音 那创造呢其实学校也会举办很多有意义的活动 像是前阵子图书馆有举办 在图书馆用一个月的时间创造一本书 那或者是我们也有机会替学校还没有命名的道路命名哦 卓越当然是希望我们在大学四年的期间 可以努力的充实自己的内在 培养自己的能力成为更好的人 很多人看到我去花脸念书都会问说 这样不就好山好水好无聊吗 其实不会 大家可以看到这张照片 不觉得图中的建筑物非常的美吗 没错 我们学校的建筑物呢 都是采用欧式庄园的设计 那图中的这栋建筑物呢 也非常的特别 因为它是全国唯一的原住民学院 这张照片呢 是我们学校鼎鼎有名的东湖 是不是真的很美啊 不要怀疑 在这张照片中 上方的那个亮点 没错 它就是月亮哦 我们学校因为 你知道地图比较 好山好水的地方 所以其实是没有什么高楼大厦的 那除了晚上时学校所开的路灯 其实周围是没有什么光害的 所以每当夜晚时 只要你抬起头 你就可以发现你的天上布满了星星 那也有机会看到这么亮的月亮哦 哇 这个人怎么泡在水里啊 没错 他就是传说中的生日都要进东湖啦 途中这帅气的男孩就是被我们推下去 庆祝他生日的 好 大家都知道 我们东华大学位于花莲 那花莲很有名的就是有太鲁阁 没错 太鲁阁呢 位于我们学校的北方 那如果我们在往水下南方走的话 我们也会碰到瑞穗啊 或是石天瓶等等自然景观哦 其实我觉得大家会说 东部好山好水好无聊呢 应该是因为 我们少了都市的喧嚣 以及那些娱乐场所 取而代之的是呢 我们拥有非常多的自然资源 那也有非常多美丽的景观 那都可以讨厌我们的心灵 开阔我们的视野 大家一定会问 嗯 你是讨论人 那你到花莲去念书 你要住哪里啊 其实不用担心哦 因为学校有宿舍 那学校也有保障大一生 以及大二生的住宿权 那等到大三或大四的时候呢 宿舍是用抽的 那抽中率呢 也是高达七成 那如果你真的没有抽到宿舍的话呢 也不用担心 因为学校的网页呢 都有安全租屋网的资讯 你可以上网去查询哦 这张照片呢 是我们学校六期宿舍 也就是在大一刚进来时 会让你住的新宿的内部照片 可以看到 其实我们宿舍也是很新 然后空间也很开阔 那大家也都会问 花莲耶 这样有公车可以搭吗 那应该很荒凉吧 其实不会耶 先看一下我们学校的校园导览图 可以看到图片的左上角呢 是我们学校的后门 那后门呢 可以通往我们台铁的智学火车站 那图片的正下方呢 就是我们学校的前门 前门可以通往我们的台九线 以及台十一线 好 因为我们学校的后门啊 就有火车站了 那有火车呢 不管你是想要走北回 去台北或宜兰 甚至是你想要南回 去台东 去屏东 高雄都可以哦 我们学校呢 也有跟客运业者合作 我们学校有跟太鲁阁客运 以及花点客运合作 那在校内呢 也有社亭靠站 所以不用担心 你要骑很远 才有公车可以搭 那只要你转公车到市区之后呢 客运业者也都有提供观光线的服务 那你也可以坐着公车到太鲁阁 或者是往南走到封滨等地方去玩哦 没错 不要怀疑 其实花莲也是有机场的好吗 而且如果搭飞机的话 还可以俯瞰整个花东洞骨哦 好 介绍完我们学校的住宿啊 交通位置的资讯啊 就要跟大家介绍一个非常特别的东西 没错 东华有三宝 是哪三宝呢 先来看一下哦 第一宝 就是我们的野兔 是不是非常的白啊 虽然我到现在还没有亲眼看过它 不过 剧文看过的人都说 嗯 真的很漂亮 好 第二宝就是我们的环景志 俗称台湾三大鸡 没错 图片中这一只呢 它是公的 那公的呢 颜色偏鲜艳 那母的呢 颜色偏褐色 比较难发现哦 那环景志呢 也是我们学校的吉祥物 大家要好好爱护它 没错 图片中 这个是什么东西呢 它就是清零草 也是我们东华第三宝 介绍完学校三宝之后 再来看一下 那我想念 有哪些学院可以念啊 不用担心 我们学校有八大学院 那也因为有八大学院的关系呢 所以我们学校的通试课程 其实是非常多元化的 图片中这一栋 主建筑屋正正方方的呢 就是我们的理工艺馆 那理工艺馆呢 也是化学系所在的地方 那可以看到图片最后面 有一个慢慢绵延起来的 没错 那就是我们的海岸山脉 所以我们学校 其实离太平洋真的很近 哇 怎么会有写着补文灯三个字啊 没错 我们学校还有另外的特色就是呢 我们每个学院呢 都属于自己的塔楼 那理工艺馆的塔楼呢 俗称补文灯 那在夜晚点灯的时候呢 真的非常漂亮哦 介绍一下我们学校的图书馆 我觉得大学四年除了收社团 收爱奇卫学分之外呢 大家也可以找时间去自己 学校图书馆走走 那我们学校图书馆呢 除了外观看起来非常的熊伟气派之外呢 我们学校图书馆的藏书量 是全国排名第十一名 那我们学校图书馆呢 也有自己的塔楼 那我们的塔楼呢 是全校内最高的建筑物 也象征着知识的无价 这张照片呢 是我们学校图书馆内部的照片 可以看到高挂我们学校创校精神的 自由民主创造卓越 那我们也期许成为冬之黄华 好介绍完我们学校 终于要来介绍一下我念的科系了 我目前就读化学系 那很多人看到我都会说 蛤你念化学系 你要去做炸药吗 其实没有啦 化学系呢除了会做炸药 我们还会做非常多的东西 那其实化学领域啊 主要分成四个部分 我们有无机、有机、物化以及分析化学等等 那先来介绍一下 我为什么会选择化学系 其实会选择化学系 第一个原因当然是因为有兴趣 因为喜欢待在实验室里面自己动手做出东西来 那第二个原因呢 大家看一下这张照片 没错 满满的塑胶瓶 你现在走进便利商店里面看看这些冷藏柜 架上满满的也都是塑胶瓶 那甚至是你在喝的饮料 你用的也是塑胶吸管 但是其实啊 塑胶是不易被分解的东西 而且塑胶燃烧后 会产生世纪之毒代奥心 所以我希望自己可以做出 比塑胶更有用的东西 或者是可以快速分解塑胶的东西 再来 因为我念化学系 大家都会问我说 那么化学系跟化工系差在哪里啊 你一定常常听到别人说理工理工 到底理工理工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理工的意思是理学院以及工学院的差别 顾名思义 理学院当然我们注重的是理论的基础 那工学院呢 他们比较注重的是工程 那工程呢 会偏好学习比较多的物理 因为他们也可能需要实际应用到生活上工程里 那我觉得呢 化学系就像是生产者 而化工系呢 就像是制造者 就像是今天如果我制造出一个小晶体 那化工系呢 就会帮我把这晶体呢 大量规模的生产制造 那我觉得呢 化学系未来的出入啊 比较多真的就是 他可以选择待在实验室 那化工系呢 比较多都会前往工厂发展 毕竟他们的全名其实叫做化学工程系嘛 那自己觉得呢 化学系其实我们着重在理论的学习 那化工系呢 因为他们以后比较多会偏好去工厂发展 那他们也都会学习要如何设计热反应器啊 或者是要如何安排我的反应 才可以让我用最少的钱可以得到最大量的产物等等 那介绍一下我们系上大一到大四的课程 那一定很多人都会觉得 天啊我念化学系太棒 这样我一定不用念物理或是数学了 如果你这样想那你就错了哦 其实呢 物理跟化学是密不可分的关系 那数学呢又是万物之母 所以不要抱持着不用念物理或数学的心态 来念化学系哦 那先介绍一下我们的学程 没错我们学校非常的特别 我们的课程呢是走学程化的设计 那我们系呢主要分成两大学程 第一大学程就是我们的主修学程 那第二大学程呢就是我们专业精选学程 那我们现在介绍一下 当你念大一时你会收到哪些科目 在大一的时候呢 你会需要念到普通物理、普通化学、微积分、普通物理实验 以及普通化学实验 那普物跟普化是什么呢 简单来说它就像是你高中所学习的物理以及化学的英文版哦 那在大二的时候呢 我们会需要进入到比较专业的化学领域 那我们就会学习到物理化学 物理化学呢 其实就是在化学里面的现象 我们会用物理去解释它 那化学数学呢就是高等的工程数学 那就像是指证的进阶应用啊 或者是方程式微分的进阶等等 那还有分析化学 就像是现在很热门的食安问题 食安问题呢 其实也会用到分析化学的领域 那有机化学呢 还有我们也会收有机化学实验以及分析化学实验 那在大一的时候 我们普通物理跟普通化学实验呢 主要是以三个小时为主 那我现在大二我上到的有机化学实验呢 主要是以六个小时为主 等到大三的时候呢 除了你拥有大二那些专业领域的化学知识之外呢 我们还要再学习无机化学 无机化学主要探讨的是碳元素以外的元素 那我们也要学习生物化学 我们也会收分析化学实验以及物理化学实验 还有专题研究 专题研究是在大二升大三的暑假 我们会选择一个有兴趣领域的老师的实验室 我们会进入他的实验室跟着他一起做研究写论文 那从我们上一届开始呢 我们的专题研究学分就是必修哦 等到大四你一定会觉得好开心哦终于要毕业了 没错但前提是呢 你大一到大三都没有被荡掉 如果不小心被荡掉呢 没关系就赶快补修回来拿到毕业证书 但是我要告诉大家是不是觉得看起来 课表看起来主科目好像没有很多 但是其实呢等到你真的在学的时候 就会觉得真的非常的吃重 那也因为这样 所以其实化学系是要非常用功的念书 那如果大二不小心被荡掉两颗的话 就可能要小心念到大五咯 那大家也都会问啊 高中跟大学的化学差在哪里啊 那我们先看一张照片 哇有没有看到没错哦 大大三个字原文书 相信高中老师都一定有跟你们说过 上大学要念的就是原文书 没错 图片的左边呢 就是我大一所用到的普物跟普画的课本 那到图片的右边呢 就是我现在大二所用到的物画课本 有机课本 分析课本以及画书课本 那其实学长姐可能会跟你说 不用担心 去图书馆找综艺本就好 个人是觉得 虽然综艺本真的快速也有用 但是如果未来想要出国进修 甚至是想要念研究所啊 我觉得看得懂原文书 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能力 其实原文书真的不难 难的就只是专业名词 其实上面的英文字应该是都看得懂的 所以希望大家也可以努力学习看懂原文书哦 那高中跟大学的差别 其实是因为我自己在高中念书的时候 因为我们高中有第二外语的特色 那每次段考也都会考试 所以我一次都是要考试科 那有时候为了省时间 真的对理科就是背公式 都没有去理解背后的原理 但是其实到大学你就会发现 大学真的不只是背公式 其实原理真的很重要 尤其大学其实能出的题目 真的是百百种 所以你懂的原理 你才可以面对各种的考题 那你未来做研究的时候 你也会因为懂的原理 才不会因此卡关咯 这张照片 没错 先让大家看一下 这就是化学系的日常 我们常常就是碰到这些玻璃容器等等 那这张照片呢 没错 那我就是我大一刚进来的时候 非常吹热灼拍下的照片 对那时候实验仪还是非常的白 那我为什么要打上长裤必备呢 因为长裤啊就是怕你在实验室的时候 不小心泼倒药品 或者是别人可能不小心把药品泼倒了 怕你受伤所以铸造都会说一定要记得穿长裤 那像女孩子啊也都要把你漂亮的长头发扎起来 因为怕你的头发啊在实验的过程中 不小心沾到药品哦 那戴上保护眼镜护目镜也是必备的 那这个实验呢 是少数几个实验可以从实验室带走的东西 其实你会看到我没有放实验室的照片 因为实验室呢 其实是不能带手机进去的哦 那这个实验呢 是我大一下学期普通化学实验所做的 金币实验非常的有趣 那大家一定都会觉得 大学哇塞那我可以夜唱或夜冲了吧 很开心对不对 但其实呢 你一定会以为每天都有夜唱或夜冲可以玩 对其实夜唱跟夜冲我也都做过 不过呢是在大一刚进来的时候 等到后面呢就是长这个样子 背景照片是什么呢 没错 它就是我们在做实验前 要写的预报 预报是什么 预报就是要你了解 你这次做的实验 所需要用到的实验器材 实验药品 实验步骤 实验原理以及目的等等 那捷报呢就是你在做完实验之后 你对于实验的观察以及数据处理等 所以 大家一刚进去的时候真的 玩得很开心 不过到后面呢就发现啊 没有时间晚了 因为呢 节日报都要写不完了 而且还有作业要写呢 而且还有作业要写呢 你会问说 嗯那这么忙 气上有没有活动啊 不用担心 绝对有活动的 我们有办引心树营的活动 我们也会举办小画杯 小画杯呢就是 系上学长姐与学弟妹一起的运动赛事 那我们也会在圣诞节的时候呢 举行耶趴的活动 那我们在毕业季的时候呢 也会举办毕业茶会哦 那以下呢 我要介绍另外一个 特别的系上活动 没错 就是小画锅 小画锅是什么呢 小画锅就是 系上学长姐 大家一起吃火锅的活动哦 那可以看到 这张图片非常特别 为什么我拿着一根试管呢 你一定以为试管里面装的是 硫酸啊 盐酸等等容易 不是哦 其实试管里面装的啊 它是调酒 没错 那次小画锅非常的特别 我们用试管来装调酒 那大家也都会问 那化学系毕业之后要干嘛 因为很多人都觉得化学系毕业之后 就是只能进工厂啊 其实也不一定 那我们也可以从事研究这方面 也许有些人会选择进到中研润啊 或是等私家机构进行研究 那科技业呢 工厂是一定的啦 因为其实工厂还是会需要一些基础科学的人才 那我们可能会选择进入高科技的工厂 就是半导体之类的 像是日月光啊 奇美啊 台积电等等 那也有可能会选择进入药厂等等 那销售 没错 其实有部分的人呢 做到后面他其实是不喜欢进实验室的 那他也有可能 转而从事销售化学类相关制品的行业 那当然也有人会希望可以把自己热爱化学的心情呢 教授给我们新一代的国家未来的梁柱 所以他可能会选择从事当老师的职业 那我在大学收到现在有没有什么印象特别深刻的课程呢 有的 以下我加上大家介绍几堂我非常有特别印象的课程 哇 看这名字你一定会想 天啊 这是要设计校园当中的某一处吗 其实 类似啦 不过 我们先看一张照片再说 哇 这群人在干嘛 还有这个奇怪子 他拿着一根树枝在地上挖洞欸 没错 其实这堂课的用意呢 主要是希望我们有绿色生活 然后校园永续的概念 那我们这堂课呢 我们就在学校的某块草地上呢 我们就开始种菜 那可以看到这张图片 右左边两张呢 都是他们在除草 那最右边这一张呢 就是我们终于把草都除完之后呢 我们种下去的苗 希望他们可以长好 这堂课呢 看名字好像看不太懂欸 到底在上些什么啊 其实这堂课呢 最主要的用意呢 就是让我们可以尝试不一样的事情 翻转我们的世界 那就像是我是化学系 那其实我平常所接触到的世界呢 就是化实验室啊 药品之类等等 那我收这堂课的时候呢 我需要去到花园市区附近的一间国小 那国小里面呢 有一个地方叫做五味屋 那五味屋呢 主要从事的活动呢 是进行二手商品的贩卖 那我们会到五味屋去呢 帮忙整理二手商品 以及举行二手商品的意卖拍卖等等 那归零是什么呢 其实在五味屋里面啊 因为他们是跟国小合作 那他们里面也会有蛮多国小的小朋友 那其实这些小朋友他们的背景都比较特殊 像是有些小朋友他可能会是家暴儿 有些小朋友呢 他可能是父母离异 或者是隔代教养等等 那老师呢 也希望我们到五味屋帮忙的时候呢 可以多多跟小朋友接触 那可以让我们重新的了解这个世界 那所以呢 这堂课才会叫做跨界归零 那这张图呢非常特别 因为其实呢 国小所在的地方呢 是阿美族的部落 那这堂课呢 我们就有学习 传统原住民的织布技巧 那可以看到 图片的左边呢 就是 没错那时候我正在绕线 那图片的右边呢 就是织布的过程 那这张照片呢 可以看到 我们其实是在国小的后门摆摊 那我们所摆摊的呢 也都是二手商品 再来为什么我想要跟大家介绍体育课呢 因为我们体育课真的非常的特别 我们学校的体育课 一、二、三、四呢 是必修学分 那学校会帮我们预排体育一和二 那我们化学系的体育一和二呢 我们被预排到早上七点要上体育课哦 所以呢 别人喜欢站少吧 我们呢 都喜欢上早七的 可以看到这张照片呢 非常的特别 对我第一次跟我们学校的后门 图片的左边就是我们学校的后门拍照 天啊 没错都是因为体育课 对第一堂体育课的时候呢 老师发了一张少人路线图 那他希望呢 我们可以沿路跟他所指定标出来的景点呢 进行拍照 那再看谁最快回到集合地点 那图片的右边呢 就是我们跟我们学校最美丽的东湖的拍照 好 那大家会问 上大学那应该都有参加一些社团什么的活动吧 其实我没有参加社团 但是我有参加特别的组织哦 我们先来介绍一下 没错就是TEDXNDHU 相信大家可能在高中的时候都有听过TED 没错就是那个TED 网路上分享平台18分钟的影片 没错 我们TEDX就是他旗下的子品牌 那我们先来介绍一下X的意义 其实X代表的是地方性的独立性的 所以我们所举办的演讲啊 也都会朝向花莲在地的讲者为主 那我们主要目的呢 是希望可以散播花莲在地的草根故事 让花莲被世界更多的人看到 这张照片非常的特别 不要怀疑 图片左边那个机器人呢 就是我们TEDXNDHU创设部 他们所制作出来的哦 那这个活动呢 其实是搭上我们学校 东华角落艺术节一起进行的 那我们会制作这个机器人呢 主要是想要让大家更进一步了解 TEDXNDHU到底都在做些什么 那这张照片 没错 顾名思义就是Fake House Day 我们在学期中的时候呢 也有举办过Fake House Day的活动 那主要呢 当然是希望在这寒冷的季节 在这末大厦里面呢 大家都跟彼此的插身而过 希望可以给彼此一个拥抱 喊喜人与人之间最温暖的连结 哇这张照片 这群奇怪的人都在做什么啊 没错这张照片呢 也是我们配合我们年会的活动呢 所拍摄的宣传照 那这张照片拍摄地点 也是在我们学校圆明院旁边咯 这张照片呢 就是我们TEDXNDHU 一年一度盛大的活动 年会 年会其实就是一年下来 我们所做的准备 那我们也会邀请怀联在地的讲者 来跟我们分享他的故事 那这张照片呢 就是年会结束后 我们与讲者所拍摄的照片咯 可以看到后面那群黑衣人啊 都是我们TEDXNDHU的人 那前面这排呢 就是我们的讲者 那我在大学所从事的 另外一个课外活动啊 就是剧团 没错我曾经参加过 秋野芒儿童剧团 那中间那一排黑色的副标呢 就是我们剧团的标语 没错不厌不香 无土不生 无土不长 热爱每一片泥土的芬芳 我们剧团呢 其实主要表演的对象 就是以国小儿童为主 那我们去到国小呢 主要也是以偏箱为主 可以看到图中这张照片 非常特别 其实我是照片中 左边的那个女孩 我们在做什么呢 没错 我们在贴地板上的观众线 我们剧团非常特别 不管是在舞台啊 布景啊 音响灯光 甚至是演员的服装啊 等等 全部都是由我们剧团内部的人 来进行的 所以啊 整个舞台搭建啊 甚至是场地的布置 我们也都需要自己来进行哦 这张照片 就像我刚说的 所有的事情 我们都要自己来 那我们在每一次的巡演过程中呢 我们所有的舞台啊 灯光音响 道具服装等等 也都是跟着我们一起旅行的哦 那我们也都会把他们放进我们游览车肚子里面 图中就是老师在瞧游览车肚子 让道具可以顺利的放进去 这张照片 没错的照片中的这个人呢 就是我哦 我在剧团中的角色呢 担任的是鹦鹉 我是一个演员 那我们演员呢 我们自己脸上的妆呢 也是要自己来画的哦 可以看到图中呢 我正在化妆 对我画到一半 其实还没有画完 好 这张照片呢 是非常的特别 我觉得它特别有意义的原因 是因为 这张照片 是我在今年暑假 巡演最后一场所拍摄的 那我很荣幸 可以在最后一场的演出 还担任鹦鹉 站上这一个舞台 那可以看到 图中那个穿的花花绿绿 非常缤纷的人呢 就是我哦 我演的鹦鹉 那其实剧团 我参加只有半年多的时间 但是 我觉得剧团 带给我的收获很多 像是每一次的演出 结束后 我们都会进行检讨 不管时间再晚 大家再累 我们都一定会检讨完 当次表演完的心得 那剧团 其实也是一个磨练 因为 嗯 不管是早上 或是下午的表演 我们都需要非常早的开始去集合搬器材 然后到达目的地开始架设备 那架完设备之后呢 我们就要进行彩排 那从彩排那一刻开始到正式表演 结束前 我都把自己 全新的融入在那角色里面 我觉得这是一个新的尝试 因为以前 没有在小朋友的面前表演过 没有用一个鹦鹉的姿态去表演 那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磨练 那每一次表演结束后 只要小朋友有因为我的表演而笑的时候 我就会觉得 嗯 自己这次的表演有做到位 至少小朋友有笑 有开心 那在大学呢 有什么特别的经验 没错 在大学呢 大家都知道我们学校非常的大 所以呢 不管移动到哪里呢 都会骑着脚踏车 那我们学校呢 因为地理位置的关系呢 其实也非常容易下雨 可能就跟台北一样 那所以呢 每个人都练着一身功夫 就是单手骑脚踏车 单手撑日伞 对 但是撑日伞也继续可能要再练练 因为像我呢 就曾经撞过马路中间黄色的防撞杆子哦 其实大家骑车要小心 那我们学校呢 也有举办啦啦队比赛 是配合我们学校的校圈运动会 所举办的 那可以看到这张照片非常开心 每个人都超开心的比5 没错 我们得到了第5名 但是呢 这第5名也是非常的辛苦才得来的 像是比赛的前一天 我们练到凌晨一点 不过这一次的活动啊 也让我看到大家的团结 以及大家的付出 就是 不管练到多晚 不管练得多累 大家都愿意继续撑下去 所以我们才可以拿到第5名的佳姬 跑外环到一圈 没错 大家都知道我们学校很大 那我们学校呢 也有分内环以及外环 外环呢 主要就是沿着学校的外围墙 所开的一条马路 那内环呢 就是主要是绕着学校的教学大楼走 那外环呢 就是它非常的长 它大概有6公里 那我觉得这就跟我高中跑路跑的时候很像 所以我刚进大学的时候 其实非常的雀跃 因为我觉得 哇天哪 在这里可以延续我 就是路跑的习惯非常的棒 那觉得大家如果入学之后啊 也都可以去跑跑看 不过啊 要特别注意哦 因为外环道啊 其实是给 机车以及汽车在走的 那如果你要跑步的话 一定要记得做亮色的衣服哦 再来 走到七星潭 相信没有来过花莲的人一定会不知道七星潭在哪里 不过没关系 我先告诉你 从花莲市区走到七星潭呢 大概骑车要20分钟 那这一次呢 我们就是在花莲市区用走的走到七星潭 天哪一群疯子 到底为什么呢 先看一张照片 哇 笑得超开心的 诶 怎么都没有车啊 没错 这张照片呢 就是我们在跨年的时候所留下的纪念 我们在跨年完之后呢 就觉得 嗯 花莲每年呢都会有空军啊 他们会开那种战斗机之类的 迎接第一道曙光 所以呢 我就想说 那我们就到七星潭一起去迎接第一道曙光吧 可是当下呢 我们只有两台机车 所以呢 就决定用分批载的方式 所以我们就这样沿途一直走 然后两位辛苦的司机呢 他们就这样沿途一直在 那就成就了我们这一次从花莲市区走到七星潭的奇迹 没错 我们为了看第一道曙光来到的七星潭这张照片呢 就是在元旦那天早上所拍摄的 你以为图中那个亮点是曙光吗 不是 其实它只是某个人的手机而已 可以看到 其实是非常多人也在等待第一道曙光的 泛舟 没错 花莲有特别有名的寿孤蓝星 所以啊 我们的宿营活动啊 也都会把泛舟列入哦 这张照片呢 就是我在今年跟我们大一新生一起合照的泛舟照片 可以看到我其实非常的凌乱 没错那时候全身还湿搭搭的 因为我们才刚泛舟上岸 其实泛舟是一个非常棒的体验 就是虽然你要晒很久的太阳 然后在四处都是山 然后你就坐在一条小艇上 然后跟着河流这样走 然后不时努力的滑啊滑 然后觉得好像都没有在动 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棒的 与自我身心灵的对话 因为你周围都没有什么外物 就只有船上的人 然后隔壁船 然后风景 没错 然后 其实在大学的时候我也有担任过 我们银星树营活动的附招 附招是什么 没错 附招就是附招吉人的意思 就像是整个树营活动的负责人 没错 那其实整个树营活动啊 从零到有 都要进行一年串不断进行修改规划 像是从人员的筹备啊 或是我们整个活动流程规划 以及活动内容 那还有我们晚会的部分 那当然我们也会举办 类似鬼屋的活动 我们叫它夜教 那这整个活动规划呢 其实是非常辛苦的 那也是需要大家不断的去调整 去磨合 那我们才可以做出一场完美的素影活动 那接下来要介绍什么叫做场刊跑流呢 场刊其实就是当你今天如果你要表演的话 你一定都会到那个场地去实际看过 那这样的动作呢 我们就把它叫做场刊 那跑流是什么呢 跑流就是如果你今天已经计划好了一个活动 那我们就会实际的照着活动的安排流程实际的跑一遍 那这样的活动呢 我们就叫它跑流 首先我们先来看这张照片 没错 哇塞 这一群人骑着奥多巴要去哪 好大一群阵杖啊 没错 这张照片呢 就是我们在素营的前一个礼拜呢 我们大家骑着奥多巴 远奔到50公里远的瑞穗呢 去进行我们的跑流活动哦 没错 我们抵达了我们素营要住的民宿 对 骑了50公里 这群人为什么站着不动呢 因为我们在进行晚会舞台的位置定位哦 那这张照片呢 其实是我们在学校 集险馆地下室彩排时候所留下的 可以看到大家都穿着白色的T恤 没错 大家非常的乖 都有按照我们的规定 那我们当天晚上呢 也是在进行我们晚会整个流程的彩排 当然其实活动呢 总是会有一点点的小意外发生 对 我们在这次的意外中呢 其实就像是当天早上下大雨 然后大家整个下到想说 天哪等一下要进行寻宝活动什么的 这样下雨要怎么玩啊 那还有就是我们在过程中 像是我们第一天晚上 预定要烤肉 那烤肉当然就要有食材啊 那我们当然在食材部分 也出了一点点的意外 所以最后呢 还是有顺利的解决它 让学弟妹们的东西吃 哇 这张照片 没错就是我刚刚说的 第一天早上我们在学校的时候啊 其实是下着大雨的 我想说天哪 我们寻宝活动怎么办 没有想到 当我们到达我们活动地点之后 发现 哇 这里没有下雨耶 而且太阳真的非常的大 所以大家就开始撑起伞来 就看到一群人就这样 拿着伞坐在地上 非常的特别的景致 好 再来是辛酸 没错其实 伴活动啊 身为负责人的感觉 就是 你就是要处理比较多的事情 那当然为了素颖呢 我也是看过不少的日出 那背景照片呢 就是我在某一次 在宿舍里面看着日出所拍下的 好 其实呢 除了看日出的辛酸之外 也有遇到更多的辛酸 像是呢 当天厂刊跑游完之后呢 没想到我跟总召 在回程的路上呢 我们竟然就这样爆胎了 而且重点是呢 因为爆胎之前 总是有一些迹象嘛 所以我们就骑得比较慢 然后大家都已经骑走了 然后我们就爆胎在路边 等待着道路就远 说起来有点小伤心 好 那没错 看到大台 这就是关于素颖的前一晚 没错 这张照片呢 看到非常奇怪的我 然后背着一个东西 手上拿着奇怪的东西 那些呢 就是我们素颖的道具 那为什么会在素颖的前一晚 都到我手上呢 因为呢 我们的宿舍呢 离集合的地点比较近 所以呢 所有的道具 都到我的手上啦 然后我就变成一个道具人 嗯 看起来还不错啊 我觉得我非常融入这些道具 哇 这张照片真的是印象深刻 我特别喜欢这张照片 感觉像是自己筹备 整个素颖活动之后的心得 其实这张照片呢 是我和我们的总招 在我们晚会当天呢 所跳的开场舞 那 一样就是白蹄嘛 有没有 看起来非常显眼 虽然我很黑 不过没关系 我觉得整个素颖活动 半夜的感觉 就像是 看着一个宝宝长大的概念 就是 一个活动从零到有 然后一群人从零个 然后慢慢扩到 快四十个人 一起办一场活动 那当然过程中 可能会有很多意外啊 像是大家 难免就是 会需要磨合的时间 或者是 嗯 可能就是要催资料啊 什么啊 有的没的 那我可能 也要打很多的资料 可是我觉得 这一次的活动完之后 就觉得 大家真的都非常的配合 因为 不管是练习啊 或者是我们要敞开跑流 大家就是 都会到 那 大家也都给予非常大的支持 不管是中间出的意外啊 等等 那素颖活动结束之后 最大的心得就是 真的感觉有达成我们素颖的目的 就是希望化学系的感情可以更好 那 讲了这么多 其实自己在念大学 其实我现在才大二 那我自己 有什么心得或是收获呢 第一个收获当然是 兴趣大于分数 其实我是指考入学的 那我在指考填之略的时候 就是 我一开始呢 其实是想要念 海航大学的商船学系啊 或者是造船工程等等 但是 就是 填完之后呢 那接下来就开始想 嗯 那我要开始填哪些学校呢 就开始想 其实我最想念的真的就是 化学系 那我就开始 就开始疯狂的填化学系 然后就是 都没有在care分数的 那进来之后也觉得 还好自己当初是选择化学系 因为其实 如果你今天念的 不是你喜欢的一课系的话 你可能刚进去 你就开始想要 转系 转学考 对 那你还要花时间去准备 那我觉得这样真的是 有点浪费人生 那甚至有些人就觉得 诶 进去 这不是我要 可是 我都进来了 那我就将就念个四年 可是我觉得这样子 你的大学四年 其实会过得非常痛苦 因为他真的不是你的兴趣 那 再来呢 就是 高中老师一定都会跟你们说 Can it try 没错哦 化学就是不断的尝试 我自己呢 其实在做化学实验过程中 也常常就是 哦 我得到了一个结果 他现在拿去给我们的助教看 然后就是觉得 诶我实验做完了 但是呢 其实很多时候 你做出来的结果 其实是 跟实际也是不符合的 那助教就会要求你重做 那这时候呢 你就只能乖乖去重做 不然你可能走不出实验室 所以化学 其实真的就是不断的尝试 那其实化学中呢 有很多的反应方程式 也都是 先前的科学家们 他们经过不断的实验 反应之后 得到的结果 所以其实 念化学就是 你要有做好 进化 实验室的准备 其实实验室 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 你在里面做不做的 出东西来 好 那再来就是 自己关于未来的一些 期望 就是 像自己说 其实真的是非常喜欢化学 那才会选择化学系 那当然 希望自己的未来呢 也可以朝向化学的领域 一直走下去 那还有 从高中学习到现在的德文 就是 真的对德国是深深的着迷 然后觉得德文是一种 跟中文一样 是非常美的东西 所以当然 希望自己有机会 可以去德国进修 那这时候呢 就可以把德文跟化学结合啦 就是希望自己可以去德国 念化学研究所 或是去德国那个PhD之类的 那 先小小的建议一下 就是 你对化学有兴趣 那你可能也要就是 不能说只对化学有兴趣 对物理或是数学没有兴趣 其实 嗯 因为化学真的 其实跟物理息息相关 那化学呢 其实也要非常多的计算 也需要用到数学 那化学呢 也是需要有耐心的 就像是做实验 要不断的尝试 那也需要细心的 因为这样你在做滴滴反应的时候呢 才不会不小心 啊 多滴了一大滴耶 啊 这样你就要重来了 所以其实 念化学真的不会怕美饭吃 那念化学也不是只有做摘药 那念化学也不是专门在乌氧环境 其实 现在很多的化学呢 都是走绿色化学的模式 就是我的LH分享talk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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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